观众篇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 美国这些长春藤联盟的名校 应该都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名校 而现在这些名校之间 发生了一个跟警方之间非常剧烈的拉锯 就是挺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运动 而这个运动进入了扎营战地 这些名校包括了纽约大学 还有大家熟悉的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一直到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 他们都有挺巴勒斯坦人的运动 这是在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冲突事件六个月后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这些名校越演越烈 由于像哥伦比亚大学 那么警方曾经在学生扎营的时候 那么进去纽约市的警方进去执法 逮捕了超过百名学生 引起在这星期的周一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联合罢课一天 来抗议警方进学校逮人的动作 至于在以色列部分 以色列的政情也出现了动荡 以色列有军事情报局的局长请辞下台 而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个人权报告 年度人权报告指出 以军在加萨已经关押了2000多名失踪巴勒斯坦人 但是外界质疑 美国对于以色列在加萨滥杀平民的暴行 向来看起来是做评估的双重标准 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 造成上千人死亡 以色列没能预防突袭 政府明显失职 事隔六个月后 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长哈利瓦请辞下台 他坦诚掌握情报失败导致悲剧的发生 哈利瓦原本是军事行动指挥部官员 没有情报方面的经验 2021年被任命为军事情报局长 他在辞职信中表示 他要为未能掌握哈马斯突袭情报负全责 新局长任命后 他会离开职务并退休 美国表示要对违反人权的以色列国防军 犹太永恒营寄出制裁 引发总理纳坦雅胡的反弹 中一美国国务院公布2023年度人权报告 内容指出自以哈爆发冲突以来 加萨地区有4000名巴勒斯坦人失踪 一半是被以军关押 不过外界认为 美国对以色列在加萨滥杀平民的暴行 在评估上有双重标准 国务卿布林肯否认 以军暴行证据现在又多了一桩 4月初以军撤出南加萨城市汉尤尼斯 民众在当地医院外的一个大型乱葬缸 发现了300多具遗体 许多人生前被淋虐或是活埋 乙军甚至为了验DNA 确认是否为被俘人质 再把遗体挖出来弃制 很多家属来到医院 想把亲人遗体带回家安葬 却验询不着 美国大学校园反以色列运动蔓延 纽约大学 耶鲁 麻省理工学院 和哥伦比亚大学 都发起了Timbala斯坦人运动 各大学生在校园内 杂营抗议进入第六天 还有不少犹太裔学生 也加入示威 犹太裔学生在校园内 发放犹太愉悦节薄柄 希望能消弭仇视的气氛 但效果显然有限 网络上还是不断 有骚扰犹太学生的画面流出 拜登也对校园运动 发表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 周一发起罢课 声援遭纽约警察 逮捕的上百名示威学生 各大校长也在同一天宣布 为了学生的安全 取消到校上课 改为网络教学 他也在声明中 谴责有心人士 在校园内制造对立 以色列的反政府示威 也持续扩大 大批民众在周一 月节的首日 聚集在纳坦雅胡的官邸外 要求政府与哈马斯 达成协议释放人职 并要求纳坦雅胡下台 TVBS新闻总共报道